一家人正在开心地吃着饺子 突然传来敲门声 是干农活的爷爷回来了 孙媳妇连忙把所有人的饺子倒在一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将饺子藏在柜子里 随后才给爷爷打开门 他从锅里拿出窝头和咸菜 这就是爷爷的晚餐 孙子看到这一幕 心里很不适自卫 年幼无邪的曾孙女说饺子比窝窝头好吃 孙女须急忙让女儿别耽误老爷吃饭 曾孙子吃了一口窝窝头后就吐了出来 说爷爷为什么不喜欢吃饺子 爷爷笑着说 孙媳赶忙把孩子抱走 此时 曾孙女手中的小猫想去吃地上的饺子 被孙媳一脚踩碎 与此同时 曾孙女从厨房里把饺子拿了出来 气氛瞬间尴尬 爷爷看着孙媳的表情 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把孙子喊了出来 你爷爷我今年76 过了大半辈子吃汤烟菜 如今日子好 我孙子孙女一大群 我知足啊 我不争你这几个饺子吃 你这是念了十二年书啊 是个识文断字的国家干部 你这样对待老子 你那两天上过得去吗 情理上通吗 国法能容吗 这饺子 你咽得去吗 你都不如个五岁的孩子了 爷爷说完 卷起铺盖走人 任凭孙子怎么喊他也不回头 媳妇表示 让他走吧 走了更利索啊 这话让人文很生气 一巴掌就杀了过去 媳妇哪受过这样的气 连夜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而爷爷这边 因为雨天路滑 差点摔进水沟里 他来到二孙子任武的地方 爷爷什么都没说 可任武看到爷爷全身湿淋淋 而且还带着铺盖过来 立马知道爷爷是被大嫂欺负了 二话不说的就要回去找人算账 爷爷在任武的家里 回想今天的遭遇 不仅老累纵横 老陈家是四世同堂 大孙子任文是兽医战的兽医 和强英结婚十年 生下一儿一女 老二人武是生产队的队长 前几天刚和水莲结婚 老三任芳在生产队开拖拉机 虽然还没结婚 但私下里已经和村里的会计龙刚谈起了恋爱 这天 龙刚送了一条迪伦筹的布料 让任芳做成裤子 穿起来既美观又大芳 回到家 任芳就把布料交给大嫂 让她帮忙做成裤子 大嫂前两天正好叫人们给她买迪伦筹的布料 便询问任芳布料哪来的 任芳不肯告诉她 大嫂强英就以为是婆婆偏心 把好东西都留给了自己的女儿 于是就去怂恿水莲 一起和婆婆脑 好争取属于媳妇的权益 水莲为人和善 不愿计较这些 可强英却不肯罢休 她找到婆婆 然后旁敲侧击地说 婆婆听了这话 心里有些难受 虽然家里已经没钱了 但为了家庭和睦 婆婆还是到王大叔家借了三十块 准备给两个儿媳妇买布料 水莲得知此事后 赶忙找到正在买布料的婆婆 让她不用买自己的那份 还掏出自己绣花症的钱 让婆婆买布料给大嫂就行 得了便宜的强英不仅没有感谢婆婆 反而还在背后嘲讽婆婆 这话正好让人方听到 气不过的她将石头踢下去 水花见了强英一声 强英心有不满 于是动了给人方找回家的心思 最好能把人方嫁得远远的 随后又去找水莲 说着自己那套媳妇的处事之道 不争不闹就是不行 要是我也像你那样 闭着嘴不作声 咱猴儿连马月也穿不上条新裤子 婆婆也有很多难处 她难 咱更难 媳妇就像那拉莫的驴呀 拉的是麦子 吃的是夫子 还要挤奶喂孩子 谁可怜 可水莲不敢苟同大嫂的想法 这让大嫂很不高兴 尤其是看到水莲和人方走得很近 便借着魏猪的功夫指桑骂槐 东西 嘎哒嘎哒 看把你们自在的 再叫张牙舞爪称霸道 再叫这小狐狸精耍心眼 一窝子狐狸不先骚 又挤鼻子又弄眼的 明天就给你们分开窝 看你们还闹得不闹得 大嫂你骂谁 骂兔子 骂猪 骂畜生 你心心什么 有一件你公开提 纸桑骂槐我不爱听 人方 你给我住嘴 你不爱听 就一把驴毛堵着耳朵好了 我自己的嘴 愿意说就说 愿意骂就骂 谁也挡不住 面对媳妇和女儿的对骂 人文的妈妈却让女儿回屋去 水莲见状便拉着人方进屋 可强音依然不依不绕地在院子里骂街 引着村民跑到陈家来围观 人物刚说了句公道话 没想到嫂子直接就对了回去 强音的话 让围观的人看得好不热闹 水莲就想出来劝两句 结果也被强音给说了一顿 这话让好脾气的水莲也是气得够壳 哭着跑回了屋里 而强音还得理不饶人 让让着要分家 为此特意打电话 把人文从兽医站给叫了回来 就这样 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着分家的事 人文虽然是大哥 可在强音面前却硬起不起来 最后在村长的见证下 一家人还是决定分开 家里的财产 兄弟俩一人一半 爷爷和母亲则一家一个 人方则愿意跟谁过就跟谁过 其他都好说 就是善养老人这块强音有一件 我来到陈家门里十年了 才来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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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一早 看到婆婆病了 强音赶忙和任文说 还是养业好了 最后爷爷发话了 自己和任文两口子过 婆婆就和任武一起过 然后就这样 陈家正是一分为二 虽然还同住在一处院子 但再也不是自家人了 小侄女刚刚从鸡窝里拿了两个鸡蛋 作为姑姑的人方向她讨要 小女孩却说 不给 为什么 咱们不是一家人了 那个医院的奶奶呢 给不给 小花 回来 跟不正苗弯 好孩子也叫坏了 强音为了让自己的小姑子 尽快地嫁出去 趁她和会计龙刚的时候 还没公开 就想先下手围墙 很快 梅人就拿来男方家的订婚衣服 强音见了很开心 梅人趁机讨要好处 强音就把家里囤的鸡蛋 给了梅人十个 而恰好爷爷回来 她劝强音不要插手 人方的婚事 有那些功夫 不如到地里帮忙干活 强音随口回了 具有空再说 就回房继续缝裤子去了 不久婆婆在水莲的悉心 照顾下出院回来了 梅人立马上前献殷勤 随后梅人拿出 从强音那里拿的鸡蛋 梅人真会做人 一分钱不出 还讨好了两边的人 水莲看到爷爷 一个人在地里干重活 二话没说就跟了出去 另一边说 自己没空干活的强音 却跑到快进龙岗这边 假装不知道 他和人方的关系 随口说人方秋后 就要驾到 四十里外的舍办厂 人方刚回家 由于自己老妈 不知道人方和龙岗的事 加上没人的阿谀奉承 老妈就接下了没人送来的订婚衣服 人方看到新衣服 还以为是水莲给他做的 满心欢喜的要试穿一下 正好龙岗早上没想要询问 人方订婚的事 却看到人方在试衣服 气得扭头就跑了 此时老娘才把衣服的来历 说了出来 人方一听二话不说 就把衣服脱了下来 随后的日子 大家都在有条不紊的干活 可人方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龙岗好几天不搭理他了 为此他特意把龙岗约到车旁 询问他为什么不搭理自己 龙岗以为人方是故意隐瞒 自己要结婚的事 便说要和人方一刀两断 人方不明白 前几天还对自己照顾有家的龙岗 怎么突然就如此决绝 而这一切都是他大嫂强英的功劳 此时大嫂一家人正在家里吃着饺子 人文觉得就自己家人吃有些过意不去 强英则让他别想那么多 然后让女儿去打开收音机 分散人文的注意力 就在此时 爷爷回来了 强英立马把饺子收拾起来 等藏到柜子里后才去给爷爷开门 然后把锅里的窝窝头和咸菜端出了给爷爷吃 可强英怎么也没想到 纯真的女儿没他那么多想法 他想让赠爷爷尝尝饺子的味道 就把强英藏起来的饺子给端了出来 这下气氛是尴尬的不行 人文更是不敢抬起头 爷爷失望又生气 这是念了十二年书 是个识文断字的国家干部 你这样对待老子 你能良心上过得去吗 情理上通吗 国法能容吗 这饺子 你念得去吗 你抬头看看 你这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 你就怕他们照你一样学吗 训斥完令他失望的孙子人文后 拿起自己的铺盖 冒着雨就去找人物了 人文想要追回爷爷 却被强英拦住 还说爷爷走了更好 这话是刺激到人文了 直接给了强英一巴掌 强英可没受过这气 于是连夜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人文的丈母娘见女儿回来 就怪起人文来了 强英被老妈这么一说 还真的带着孩子 到人文上班的兽医战闹了 老战长还向上去劝说 结果眼镜被强英给打飞了 等他再戴起来时 眼镜片已经碎了 他看到的世界也是支离破碎的 大闹之后强英还拿孩子撒气 看到女儿满嘴是血后 强英才愤然离去 另一边 任芳一味失恋一直躺在床上 水莲安慰之后 任芳终于说出了 自己喜欢的人就是龙刚 了解情况后 水莲和二哥人五迅速帮忙 在两人的撮合下 任芳和龙刚两人总算重归于好 而回到娘家的强英 有点担心女儿 想着回去看看 却被他老娘给拦住了 非要等着任文上门道歉 请他回家不可 而任文把孩子带到兽医站照顾 可他根本不会带孩子 无奈之下 只能到强英的娘家找强英 看到任文来了 老妈就让强英赶紧进屋 任文进院子后 先给自己点了根烟 然后走进屋里 强英听了里马起身 还嘴硬地说离婚就离婚 看到任文动真格的后 强英终于慌了 可老妈却一个劲地摇头 让她千万不能服软 可等任文正要走时 强英的老娘就把任文的车给锁了 走?没那么容易 你一巴掌把强英打回家 不声不响就走了 要离婚 先得打回来 任文车都不要了 就想带着强英去离婚 此时强英家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老太太见状反而倒打 一耙怪几任文来了 你们不知道啊 她把我闺女不当人 要打就打 要骂就骂 前天夜 她打着强英 抱着大笔跑回家 她打着强英 你说 你打没打 打嘞 大家都听见了吧 她也承认打了 可你问问她 我为什么打她 你 她只会发动得罢了 她打着强英 她们可以跟她的 她两个人 都会唱了 我一定在拥挤 她落导 不就会唱了 等等 我怒英 天天天地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时爷爷赶来 一家人的矛盾总算解决了 最后一家四代终又过上了幸福宁静的生活 影片《喜迎门》上映于1981年 没想到那个年代的中国电影 竟然能拍出这么有情有味贴近生活的剧情片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电影 既有特色又来源于生活 看的人津津有味的 这也是赵焕章导演的农村三部曲之一 改编自新显令同名小说 在八十年代出农村片行仅时增红积一时 或第二届金鸡奖荣誉奖与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在统购统孝的年代卖出去四千多个拷贝 数字惊人 影片以非常娱乐化的趋势方式 讲了一个婆媳相争的故事 颇具趣味的同时也展示了朴素 真实而富于人情与回忆的乡土生活